风景很漂亮很天然 景色天然悠闲自在 为在百米旺炮台旁的 百米旺月老休闲园区 吸引了不少外线式游客驻足 更有不少团体预约 近两年成了周山区的私房景点 为何会有月老祠堂 这是一段奇妙的因缘 要从康宣文 梁家园夫妇俩 在南投日月台拉鲁岛 奇妙相遇说起 我们的月校老人 他主要的就是从日月坛光华岛这边 那就是当时921的时候 就因为一个大地震 所以说他就把光华岛给震垮了 当时月下老人他就辗转 就找到我希望能够 我协助他来继续红法 因为早期我是从事两性婚姻的咨询 就差不多30年前的事 后来他找上我之后 就音乐巧 他就找到我们这个白米宫泡台这边来 那为什么他会住在这个地方 后来我问了他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一个很不念旧的一个去天神 这边是光华路 我们背面有一个光华塔 他只是走在他这个光华这两个字 那月兰园区的行程也是因为有月下老人 所以我们行程 那主要他就是一个月 希望怎么样 希望广结善缘 然后寻找有缘人 过来这边跟他一起结缘 走进月老祠堂 桂圆糕 水果 摆满共桌 还有结缘品与人结缘 主管人间男女婚姻素配的月老 也成就了多段佳话 很多人都以为说月下老人他只有求音乐 实际上他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智慧升华 所以说求月下老人除了求音乐之外 我们可以跟月下老人求智慧 求人缘 还有贵人 还有家伙 音缘 福气这方面 说这个园区其实我们最重要目的是说 希望能够跟我们的游客 还有当地的里民做一个广结善缘 毕竟我们也老了嘛 我们就是在地老化 所以说希望借由这个园区 我希望能够带动社区的活络 然后给我们夫妻 就是做一个退休后的一个相同 他是一点一滴 他努力来了 所以他有这个地方 让我们有这么幸福可以享受 真的好感动 夫妇俩以月老为信仰 打造园区朝旅游景点迈进 在这里休息完 还可以就近爬上百米旺 眺望着太平洋与海岸之美 看看日志时期 常见的分客式钢筋构造 从今而成的炮台军火库 在这里吹着微风及欣赏风景 与三五好友一起体验慢活人生 禁止蔡小军采访报道